大家午安 財智宗盛 由海通國際環球市場部高級副總裁王麗國Ruby 幫我們分析大使Ruby 你好 Hello 大家好 歡迎我們UPTV財經和CAPIOL廣鼓廣鼓的朋友 今天恆子要跌 跌了很多 一開始的時候真的沒有跌那麼多 以為只是騰訊可以單天保持住 現在要到跌 再加上就是 現在恆子跌456點 旗幣跌386點 成績金額不算很好 又不算差得很厲害 過了千億成交 今天跌方面ATMX全部都要跌 是不是還在怕監管風潮呢 以至很多朋友以為昨天最慘是騰訊有少少慘 再慘一點3690美團 無端端又跌12元下來 其實都幾相同 連阿里巴巴已經跌穿了最低價 9988就 是不是因為得不到阿爺祝福 大家都不這樣去說 全部都沒有 沒祝福 以為180元是鐵底 很多朋友都會說 誰不知現在跌到這個水平 宏觀的大使 交給Ruby幫我們分析一下 一會兒我們用 今天用多點時間去分析一下 ATMX 而當中又有什麼衍生工具 如果大家可以 如果想抄底的 有什麼可以部署 現在真的 9988就貼到163元 正正是 創了一個新低 即是快手一樣 即是買回去 又不能同日言語 快手真的 我不會敢罵 但是9988 在街上問10個人 可以罵不罵阿里巴巴 也有些人想溝或是想罵 昨天也有人罵 是的 宏觀的大使先交給Ruby 麻煩你 其實現在整個大使 計算上個星期 都沒有什麼方向 都是在2500至2600 這些水平徘徘徊 因為其實已經跌穿了2588點的支持位 如果你看回恆子的牛洪症街貨數據 都還沒有一些很明顯的重倉 即是早前 即是每一次 其實這麼過往以來 多數 起碼都有一些接近1000張 街貨 會比較明顯 牛症 即是好倉和淡倉 做的 你的策略 會容易一些 即可能邊邊多些 又會容易 會那邊打了 但其實你看到現在 牛洪症 最多街貨那裡 其實只有五六八張而已 那現在 今天 其實跌到下去 25400點 跌到25400點 其實都打了那個重貨區的位置 下一個重貨區 其實已經是 比較密集區 已經去到24700 但如果你看到洪症方面 比較多些重貨區 就是26500至26600點 但現在整個大市 其實除了大家 監管風暴那裡 不敢買之外 即是在內地方面 而外國 即是你說美國 其實又加息 加息的預期 又好像快了 有些就說 可能要去到明年 或者什麼 其實都是提早了 也都縮表 越來越多這些聲音 所以整個大市 氣氛是差了 好像美股 其實昨天也是要下來的 港股今天 本來是升完 再轉向 所以其實現在是比較難玩 ATMX 其實還是需要時間 還有好像騰訊 剛剛公佈了業績 很多都會說 其實都叫做符合預期 或者甚至是升預期 但我又反而沒有看得這麼樂觀 因為始終它現在符合預期 符合了中央監管它之後 那個遊戲收入 是符合預期 但其實你未來 大家很多分析都說 起碼未來至少六個月至十二個月 都會影響 未來真的健康發展 但起碼這段時間 都叫做相當比較長些的時間 其實都會受到影響 那個收入 還有它很多遊戲 其實都OK的 你說什麼王仔榮耀 其實還很受歡迎 但它吃雞的遊戲 其實都開始慢慢降落了 除非那邊有很大的增長 或者有些新遊戲 如果不然 其實它的手遊業務 都是有些影響 是 真是難搞少少 近來ADMXJ都沒有什麼方向 印象之中J應該就不能說 是嗎 Ruby 還是 這個京東 OK呀 九六八 但是講得很無謂 也都越來越少 觀眾朋友問 為什麼呢 京東就直接 大家都不太想參與 但是先講一隻騰訊 好 郭高惠做過四百五十元 最低位 現在就是最低位 四百二十九 如果它都倒到 我自己就覺得 應該拆回去四二零 如果是這樣的勢頭 以至 就是 我自己 基本面那邊看 已經覺得 其實就沒有太大陰霾 它都自傳相避 又說捐錢 它差在尾搞招聘會 不會請了所有年輕人 進去騰訊做的 它能夠做的 你都做完了 就是作為一個 就是 企業 或者扶持國家企業 還有昨天就 真的有一個消息出來說 大家就不要 就是 讚盡它 這樣 這個不要讚盡 當然 符合社會主義 但是 重點是 你是商業界別 你又不可以讚盡 其實之前已經有 試過有些企業 是要這樣 那時候我都會有少少招頭 那誰不知 這個綱領 就令到各行各業 可能 就是因為你現在從上而下 一定是 去到這些巨企 科網巨企 那往後 會不會都要 跟這些規矩呢 如果跟這些規矩 其實很多 內地的股票 都未必值得投資 你看它的指形率 就好像你叫Cathie Wood 他都說全部 沽清了中概股 是啊 真的有少少害怕 我自己都 真的不敢 入去中國 買一些有中國概念的股票 美股如是 其實 我今年有個別的美股 中概股都 真的要輸 譬如你說滴滴出行 我猜很多 做金融行業的朋友都說 滴滴都很前景 怎麼都買少少參與 誰不知 就完全是捉招 車都停了 現在 簡直是 我印象中滴滴 我都沒有看 八元還是七元 就是美金方面的估計 由十六元跌下來 完全蒸發了一半 騰訊由高位下來 都差不多一半 七百五十元 你當是高位 現在 去到四百二十九 又摺跌一半 就是三六九零如是 先問一下 Ruby資金樓 沒有北水衝進去的情況下 究竟在街貨牛熊分佈 或者卵證的情況 究竟是傾向看好 還是傾向看淡呢 散戶的參與 其實都會捆綁式的 你看到 沒有一行傳 一百一零都要跌的 你看到 又是 剛才有一棍上去 高一點 二十四個半 二十四個六 你看到它 其實這隻小米 完全無關事 都要下回二十四元 二十四元是什麼呢 的概念就是之前 很差很差市況 它會觸及的一個底部 但往往碰到這個底部 就有反彈訊號 但是 今次是否有機會 都穿一穿二十四元 就是各隻股票 逐點逐點說一下 Ruby 你想說哪一件事 好啊好啊 要先說回騰訊 其實騰訊 雖然 他自己對那些未成年 那個遊戲 玩家佔很少 十六歲以下 其實都是2.6% 十二歲以下 甚至是0.3% 但其實現在 雖然是針對那些未成年 但其實還有很多事情 其實內地 一定是要嚴厲監管 出完一批文 再出一批文 就算是 他也有很多壟斷 他始終都叫龍頭 如果你不搞一搞你的龍頭 的話 他就是不想你變成龍頭 其實就是想要變一變你 大家全部整個遊戲發展 都是很平均很健康的發展 給一些小企業都做得來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監管 都會有一個相當長一點的時間 如果你看回他之前 即是那時候不肯批遊戲 都令到騰訊 整個股價都呆滯了一整年了 都升不上來 即是停板號的時候 是的 停板號的時候 即是不批他的新遊戲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這次 都可能需要整頓一段時間 可能會有些波幅可以玩一下 但是我相信像之前那樣的增長 就會比較難一點 還有他涉及的東西相當多 除了你說遊戲方面 未成年 他壟斷又其中之一 還有他敏感資料 可能一些微信支付那些東西 其實都是有關係的 所以搞不到這件事 可能搞那樣 即是太多東西了 我覺得騰訊的話 如果你說計算資金樓 昨天 港股通 即北水 都有進去的 有大概十億左右 我記得北水流入了 騰訊 是10.5億港幣 而牛證其實很多人買 看到騰訊 昨天大家部署的業績前 之前都說 因為騰訊 其實它的引申波幅 由7月27日 7月底以來 其實已經由30左右 升到接近40 這些位置 所以窩一倒下來 就會影響到輪價 所以昨天大家玩的 牛控證 都是玩牛控證的 就沒有再說看Column為主 因為都怕 就算你看到正確 那邊 引申波幅倒下來 都會受到影響 那今天呢 其實 有些牛的 就早早 吃了壺 對 吃了壺 然後也開了少少紅 不過現在來說 其實騰訊 整個 整個 整個盤來講 排第四 頭三隻是買 恆子的牛證 第四 其實都是騰訊的牛證 而去到第十 今天就開了少少人 就買回騰訊的紅證 所以兩邊都有 都是以牛證為主 另外在Ruby公司的排行榜裡面 就是 3690也有人買 買去上去 因為3690今天都跌得到 哇 其實呢 這一隻真的是 難玩之罪 就是你不是那麼容易 是一通 就是猜就猜它 200元邊 可以守得住 但是它偶爾也會穿過 給你看 穿過大家好像沒有什麼信心 不想買回去 就是近這幾個月的觀察是這樣 是 3690部署賣上的資金 都好像有多多地 不過其實是不是都在平台二選一 那裡 其實美團都還是在政策的風雁裡面 Ruby你覺得 是啊 其實因為美團都涉及一些資料性的東西 首先它賺的錢其實已經是少了 因為它要對員工的福利好些 早前也是規管了 說它對員工的不可以了 所以它的成本其實已經是多了 所以來說 它的業績一定是受到影響 而這陣子 你看到它 經常都在200元這些位置徘徊 亦都跌穿過200元 所以其實這些科技股 都變成是 玩波幅會比較多些 你說現在是不是真的撈底的時間 就難些 那它200元其實是 穿過一次而已 其實每次都在這裡有支持 但是今天又跌回到這些位置 如果你說真的可能想搏一搏 在200元有支持的 可以少住的 博反彈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 現在是撈底的時間 那我就覺得要看定些 Ruby 你有沒有建議到一些貼價的產品 關於美團 就是因為 反正你都博了 你的住碼控制得好些 然後就 少住移情 更好 選一些貼價的 反正你玩一些長期一點 更難看 大家都看不到 Q4會變成什麼模樣 國策風險又會加大力度 定環線 到時候 國策說一天 就散 有一段時間就消化了 現在不是的 是連回砲擊 是砲擊了 連續出 我估計10個交易日 我估計 粗略估計 如果我有計錯 可能網友朋友提醒 我印象之中 由教育第一波開始 10天交易日 逐個執政 接著就語頁股 待會我們會講一下中國飛學 然後教育之後 這些精神鴉片 就是在講手遊業務 接著平台 接著 連有一天 連光復板塊都有受報告 新片股也有捱沽 要被沽下去 網紅帶貨也有捱沽 網上那些KOL1024 B站那些 全部都是被整改 被整治 接著 國家方面 要提倡好的教育 連772的業績很好 都要增進去 哇 好像升過的 這一個難題 但是772其實很難觸摸 它突然會爆升 影響暴跌 但是其實772的基本面是挺好的 我真心覺得 除非你說 又是回到討論 就是說 有官方媒體說它 改變歷史 這樣 這個都是很大的罪名 其實 所以有很多 考量之列 也不是我們 所以無論 有時候早上 譬如你 開工之前 你們都要看一看內地的新聞 就是看新華社 看《人民日報》 看看有沒有一些 官方的評論出來 跟著才在那個版塊那裡 在組會的討論 都要看一下 喂 今天可能 要看一下個別的版塊 或者個別的股份 是不是近這十天 都在做這一類的事情 是啊 其實都要 時時刻刻的 因為它有時候不是早上 突然間下午又做一篇文出來 然後又上架又下架 有一天講藥 我記得 是收視我才找到 新聞的來源 就是早兩天 每一天 突然間一隻269 厲害的 是 是 全香港都沒有人知道 喂 為什麼一隻 若明sir回去 一百 一百零幾元 那些位置 早兩天 這陣子很多人進去 早幾天 剛剛sir下來的時候 是啊 大家狂掃 我也狂掃 狂掃 269 大家有沒有彈藥 看下有沒有一些 269的相關產品 可以分享一下 269 我們都有隻 一毫一仙九 一三一八二 這隻就一百三十八元 十一月底到期 今天很漂亮 看到它早前 跌幅都比較多 好像你所說 所以那時候 都看到很多街貨 是正在入 特別是十七號那天 十六十七號 那兩天 看到我們搜出了 整五十球 六十一球 街貨 這樣出來 是啊 可能 十七號 十七號就是我買的 是啊 就是跌了那兩天 我想買少少的 是嗎 哦 升班 希望好少少 這一類的監管 理論上 沒有那麼壞 情況 其實都幾難搞 好啦 觀眾朋友不斷問 9988 什麼價位可以進 我估計是正股 有沒有投資建議 可以給持有阿里巴巴的一些生活朋友 因為過往 其實自己在親戚那裏 有時候吃飯 是的 有時候我估計都會說 喂 你們經常看著股票 我二百多元有阿里巴巴 這樣 有很多 怎麼辦 現在這樣 那時候二百多元有阿里巴巴 都是說在二百多元邊陪伴 但是一下子 現在去到一百六十二元 其實呢 跌幅都很大 那 究竟阿里巴巴是不是一種 不需要止虧的股份呢 什麼叫不需要止虧的股份 譬如我們相信騰訊 就算你五百多元有貨 五百五十元有貨 你跌到四百二十元 你會打算扣的 如果你有失力的話 嗯 因為你覺得騰訊是會上回五百元的 就是可能第一站先去四百七十元 下一站 就是做財英分析一定會說 五百元樓上都應該可以的 因為基本面沒問題 通常舊時都會搬這個功課出來 去跟大家分享 嗯 但今上一天好像 連基本面都變了 特別是九九八八 去到一百六十二元 再跌多幾個 剛才一六三 我記得 我說真的 現在呢 我覺得九九八八 不是鬧底的時間 其實現在剛剛都說 所有AT MSR 不計小米 叫做獨立出來 但其他呢 其實都不是鬧底的時間 因為現在有時候 可能他都不是說基本面 是大家都覺得 還有很多陰霾在裏面 因為不知道他業務 他可能這些 特別一些比較大型的股份 其實他除了做電商 又可能做運計算 有很多的東西 所以其實他只要抽一樣東西出來 有監管的話 其實都會影響到表現 還有呢 因為阿里巴巴已經跌穿了底 那一百八十元的位置 之前就在二百元 跌穿了一百八十元 那現在其實 怎樣都覺得 是要止竊 或者其實你要 如果你是真的想罵的話 反過來 真的讓他反過來 反過來 向上升 那時候才買入呢 我寧願你賺少了 好過你不知道 現在無底深淡的跌下去 是 所以散戶都可以 引一引手 都明白的 如果你完全沒有貨 你很想賣東西的話 通常都可以賣ATMXJ 因為你的履歷又沒有 如果現在跟你說 譬如我們緊接說 厲害 1910 新曝禮 很厲害 逆市升十幾% 雖然還有裂口性 挺厲害 你想想 可能出現分業 是 我不可以說理想 因為一定不會是最理想的時刻 虧少了 已經叫很好的消息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能夠飛的機會 真的很瞄望 很少 當然你說 新秀黎最好的銷售目標 都是在內地方面 就是來香港 新秀黎都有專門店 都可以賣到的 但是 你知道香港人很喜歡remower 是不是 膠板和鐵板 都很喜歡多些 我想更換 其實是值得的 什麼 你可以更換的 remower 我不知道 更殘充可以更換 做維修 是嗎 但是 加錢更換新 我家裡的套餐 長期放在那裡 因為有兩年沒有飛過 你過了保養嗎 應該過了 很久之前買 在歐洲買的 應該是不是全球的 如果多數這些牌子 是不是全球的 那時候去旅行的時候 在那邊覺得 便宜 一千多兩千元 在那邊買 我的朋友說 在美國買remower 都很便宜 我會便宜 你在香港買的 那你不知有保養 所以有得換 它不知兩年 那就可以加淺少少 換了一個新的 是 講一講 可能創了月內的新高 16.8 這一隻又值不值期待 是的 反而這隻 如果你看圖 之前一直在收窄 今天突然間 破了上去 你看到保力加通道 是擴闊了 所以其實 可以 和它升穿了 即是升上了 重上這麼多條平均線 我覺得可以 這隻 但是你不是說 長時間也未至於 我覺得你可以 短線部署去 現在的升幅 是 這隻是 厲害的 說開 你說 190 我真的不明白 330 即是施折環球 是 它很厲害 我覺得它虧了這麼多年 即是它 可能最多賺幾千萬 但是你虧了 我覺得那時候出來 記者會 即是十年前 已經是說 它虧損得很厲害 又說 要賣盤給誰 誰 它捱得到這麼久 其實不撿 我覺得很厲害 我猜不到你會說這個問題 那是否可以試試 我不敢試 對麥可英 竟然有信心 我真的沒有什麼 還是還是記住 Aspeed Hair 剪頭髮 學生 我真的不知道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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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頭髮業務 我們知道 它那些其實你都一直做 套餐 做了很久 以前是都OK 我記得曾經去的衣服 後來就慢慢走下坡 就算它轉型也轉型不到 它那時候不是說 將香港的市場 轉回歐洲 我又覺得歐洲適合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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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對 對 社群 Looking cru Ruby 說330 因為恆子貴檢 恆子貴檢 當年施熱環球還沒踢出之前 它都是大籃籌 但是恆子貴檢 市場裡面也有 今天沒有人傳那些風聲 因為大家都跌到灰 跌551點 上一季 我記得還有些憧憬 1024 尺寸很像 然後又說如何如何 真的穿70萬 所以那天90元叫大家投票 是啊 每次升都要投票 每次升都應該投票 但是它都聰明了 之後沒有再升過 上升都升不到 認真問一下會變 1024 你覺得大股東會不會出手 因為其實公司股價不斷上去 不要對散戶股民交代不了 其實可能對自己本身公司的人 都不是很交代 但是它出手都沒有用 你怎麼能夠上去 如果回購一些股份 可以嗎 少少 你最多幫助 你不會去到哪裏 但是你升到幾格 比如2013也是 你看到不是很幫到手 如果幫到手就有10元以上 我自己眼見最近的回購 反而不是很靠譜 反而偶爾有些股份 出業職 接著它派高息 或者派息的情況 是理想和超預期的 就是一個火速的升勢 說一種這麼多飛行 休息之前我一定要說這一種 它今天就好像高位去過 15.62 現在就回落了 但是它派的息是以倍升的 就是之前我亂說 派兩元 現在就變成派四元 那也都顯示公司的現金樓 是多漂亮 才有錢 派息給你的股民 那些股份沒有問題 那還有 就是可能 之前也有政策 就是要監管一些奶粉 那我覺得監管 是唯一一個監管 對各個行業是有著數 就是中國飛學 其實它也沒有說監管 是啊 它純粹只不過說 沒有益 配方奶粉 是啊 但是中國飛學 還要做一些高端的奶粉 那它有當然 有機產品 那些 就是那個綱領裡面 它也有推薦是無魚 但是 以香港為例 你都不是每個工作的女性 可以做得到這件事情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就是推廣還推廣 那可能有很多 其他X-Factor 未必可以胃部無魚 那這些 都是考量之力 那奶粉依然會存在這個世界 可能老人家也要吃奶粉 或者 做健身 大大隻的那些 都要吃奶粉 我想說 我給我老爺的奶粉 他說那些頭髮都生了出來 不是啊 是不是這麼厲害啊 他跟我說 你真的 給我看看你吃什麼 是不是不知什麼 家營素 那些 不是 我真的給她寶寶奶粉 是嗎 是啊 因為我很多寶寶奶粉 還沒吃剩的 原來我給我老爺吃 不是 你平時做的KOL 突然DM你 Ruby 我們有新的奶粉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出個Post 那些 不是 不是馬廣告 他真的吃完 他說 頭髮生多了 是嗎 這麼厲害 大家在Ruby的IG 看看她的小朋友 吃奶粉 好 等我和Ruby喝一口咖啡 轉個頭回來繼續坐子通吃 好啊 朝早於不同的時段 和大家分析大事 教大家怎樣利用其他衍生工具 找多些機會 好 好 做得一口咖啡 我會想一口咖啡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majesty Rata Basis你分了,是甚麼來的? 哦,Pro Rata Basis,這是拉丁文來的 Pro Rata的意思是Pro,即是按照 Rata即是比例,即是按比例平均分配 其實道理很簡單,例如有100個入,戶人想認購10股 但其實哪裏有1000股,只有100股的話 戶人其實最後分1股 哦,那糟了,就算抽中的話 我們這群人都可以跌那麼多,怎會跟大戶爭呢? 好,繼續跟Ruby聊天 物理物都是兩隻,700和9988 有課應該怎麼處理呢? 等反彈減遲,還是應該立即止蝕? 立即止蝕,我不會的 我不知道Ruby怎樣看 因為他們可以彈一下彈一下,剛剛也說是波幅的 這個故事,這個劇本來到這裡,真的發生了一些感情 我沒有課,說真的阿里巴巴從來都沒有去參與 但是他的劇本又未至於像豬肉股一樣,風回路轉 1024我就覺得要止蝕了,如果一定要這隻 不止1024,還有很多隻都應該止蝕 九三條八,我也覺得應該要止蝕 神祖應該要止蝕 百度,你不要想著 他的管理層集團又亂呢? 哎呀,還有現在,他就做Auto Pilot Tesla就衰Auto Pilot 內地又覺得Auto Pilot有問題 還有有一天,如果Ruby說,Ao完了節目,不如我載你去另一個工作地點 那我就說,好 如果Ruby不是自己開它,按Auto Pilot,我也很害怕 哈哈哈哈 我三個人也很害怕 不是,你開我沒那麼害怕,可以賴你 沒有那麼害怕 但是,人可以賴,但你不能賴這個機器 如果出了事 有很久要告嗎? 沒錯,裡面也有很多膚色地帶,為自動駕駛的系統 雖然說,科技領域先進,但人有跟不跟得到呢? 這些全部都是考慮資料 我覺得混合就不好了 如果你說,拿這些ATM那些 我覺得反而是,你趁它彈的時候才離開 如果你真的持有的話 是的 OK,有觀眾朋友問 Andy 問,市場那麼差,會不會選中資電信股號呢? 譬如941 是啊,上次都跟大家說,推價值941 息高,價格穩定,起碼不升得多多 還有,剛剛今天也市場說,它已經出了A股 好像有9億股左右 所以,都是發展它的5G業務 所以,我覺得中移動值得 我覺得正股已經可以值得買了 是的,可以 留意 我手行,如果有錢,大家買一隻 398 平平穩穩,12厘色 當避風降湧進去吧 是不是? 色高也好,隨時幫你供一隻手錶回來 這隻都是我頗為喜歡的 買一隻錶也好,其實你也不會跌 當然好啦 買一隻錶也好 這些就是要R.O.教路 如何投資 去年剛剛來UPTV做節目都說了17萬多 及去看25萬多 升了7萬元 有時候炒錶好過炒錶 有觀眾,Angel就問Ruby 1772是甚麼位置可以買 應該是之前吃了壺 其實挺好 現在也挺好 其實1772那家 因為,如果你看回保力加通道 它曾經不太多時間 去到5月的時候 它在碰到底部的時候 其實都會上回去 現在剛剛跌穿了一點點底部 其實已經會回上去 我覺得現在這個屬於比較低位 是的,我覺得現在都可以考慮一下買入 雖然你說現在時刻跌535點 有些強勢股都保持著挺好 新能源的股 譬如1772 跟剛才說的269 它們都是巨無霸息的股份 它們不倒下來 其實我自己覺得挺好 反而真的 譬如一個月之前 其實Ruby已經說 有機會轉一轉變 轉下來這些 有得玩一下 或者炒掉空間 剛才我跟Ruby說過另一隻股票 我依然都是強勢的 有一個比較強的反彈 講開這些 叫做理業 一定要提一些 1211和175 其實暫時都升到挺帥氣的水平 暫時 今天看一隻1211 升不到 升6元 升2.3% 但這175反而 越做越好 在市況這麼疲弱 在25000時 它站得混在27元 算是有些交代 兩隻車股 再加上一隻長器 三隻去選擇 如果資金靠拍 就像剛才有些散戶 Rae 我想止蝕了 不玩了 700 或者9988 玩到心灰意冷 或者像剛才你這樣說 1024快手 真的忍痛止蝕 越跌越多 轉一轉變 去三隻汽車股 你又會建議哪一隻 比較優質一點呢 我可能一直都喜歡1211 但是175 昨天公佈了業績 是大概12時5時的時間 其實一公佈完之後 股價升得差不多 最高的時候 半成那麼高 其實都有一些跌眼鏡很誇張 其實你的業績 看上去其實都不是很好 你首先去全年的銷售目標 又不會變 而且它都說 有機會難達標 始終因為那些芯片都受到影響 不過他剛剛昨天5點多 又有一個記者會 就說其實芯片那些 其實已經一早談好了 進貨了 這樣就保持穩定 因為之前都說 其實這些龍頭 很多其實已經是進貨 還有庫存都是足夠的 除非你說小隻一點的話 可能芯片對於他們來講 影響會比較大一點 不過吉利的話 之前極黑那裡 都說有7000張訂單已經接了 管理層都說 不過其實我覺得 你說它比較大幅增長 就難一點 可能大家就覺得它有個底 剛剛在底那裡反彈 但是如果 我175就覺得難玩一點 因為如果今天來講 175其實是多淡倉資金的 譬如看回昨天會留意一些 潑倫和紅症 紅症比如54999 昨天其實已經看到它升上來 已經有不少資金 進了它這隻紅症 今天都繼續加緊倉 哦 是的 都看到一些賣入 看來大家都想對一陣子 因為它都懂得 今天還有四球幾家貨 再出了 比昨天更多了 所以我覺得可以留意著先 因為175 我又覺得它會不會 大家反應都覺得 這麼厲害呢 過度一點呢 但1211相對來說 它始終是靠電動車 始終是龍頭 我覺得那個勢頭都在 如果讓我選擇 我仍然會選給阿丁 比較理想一點 好 有觀眾朋友問 3899 這隻就之前升上去 這隻有沒有看開 那種類似碼頭 這隻就真的少看開 因為碼頭今天也有消息 是啊 類似航運股那些 又有一些 近來就 企穩了14元 例如看1919 或者316 其實又不見它 太差的表現 哦 是 還有一隻海鋒 海鋒昨天就 升得很英俊 是不是 那你有沒有得 將資金靠拍下去 這些股份 你經常怕它會散水 它就經常都沒有散水 反正你經常覺得 700 3690 1810 會極速反彈 它就彈不到給你看 但是完全就跟 譬如過往一兩年的邏輯 就逆向操作 因為我自己也有一點看錯 我經常覺得 1919 有幾罐走回來 這些位置 那時候也會害怕的 對 還要下來 不會 長期都是 航運方面 都是這麼緊拙的 以至航運費用 都是這麼誇張的 波羅的海鋒 不會長期都是這樣 等於 每樣東西都有高有低的 譬如油價這樣 今天出席883業績 一會兒都可以講一點 油方面 那你油價那時候 有的旗遊負利率 就是負數 那你不會 現在都是負數的 你一定會押上去 等同 喂 你不會永遠都是航運股 玩完 它一定會有回落的 紀律 還有我們只要 你縮小一點來看 你看個月線圖 喂 它真的走了十年 都不會走給你看的 它一走回來 真的很害怕 你不跟騰訊 兩三年 你都會等到一些 出貨位 或者買入位 會回到家鄉 等等等等 但是它真的沒有這樣做 給你看 是不是近來 航運股都繼續強勢一點點 資金都有機會追回進去 是的 因為其實現在 剛剛寧波 就是中國那邊 寧波那裡的港口又失去了 有很多船在那裡 扣 拍了在裡面 也有些不兜路走的 甚至在那裡 拍了現在好像有幾十艘船 都會拍了那裡幾十艘船 而美國也有這個情況 因為現在臨近年尾 大家年尾就會補貨 特別是消售旺季 特別對於外國來說 所以現在很多船 現在不斷集裝箱 其實也都是不夠用的 全部大家進入了 還有現在的消費力 大家高了 疫情方面 大家喜歡本土消費 去不到旅行 本土消費越來越高 所以樓界都高了 不同地方都是 所以這些疫情方面 導致航運股 其實又更加暢旺 還有現在臨近年尾 亦都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運費 其實都不會這麼快會下降 對於他們來說 這些都會繼續有支持 不過316 可能要在衍生公共操作 因為都幾大隻 你想一下 如果每隻股份都有些的話 那裡都很是 其實暫時還沒有 316 是嗎 是呀 是呀 衍生公共 這些體育用品股 就應該是受惠國策的 因為玩到五年 剛才我們回到一開始節目的時候 說那些監管風潮 有些比如手遊那些 可能有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 大家最怕就是停板號 當然關於騰訊來說 但是 那你又扶持一個產業 又不應該扶持 就是簡單的一些方法 應該會有一個總綱領出台 對於接下來 要怎樣扶持 以致 就是經常有些評論文章都說 今年東京奧運 其實國家隊某些項目 其實有點失望的 就是特別是有些Bandball 可能有些歐洲列強都開始冒起 羽毛球 又或者有其他國家又開始勁起上來 想在這些小球那裡 鞏固失力 所以要先推一下這些 就是安踏 1361 李寧等等 那你覺得這一類股份 接下來還有沒有升勢呢 而且 譬如那些2331那些 其實升到95元 那它有沒有機會真真正正正 或者是紅底股 你會看到它 譬如6月底的時候 105元 哇 這個這麼漂亮的位置 又有沒有機會挑戰一下呢 現在95元 其實還有10元的水位 是 我覺得機會一定有的 只不過可能這一段時間 會有一點點整固 未必好像以前那麼快的增長 那如果你看2331 其實如果你看走勢圖 都不差的 之前一直都是沿著 保力加通道上面 上軸那裡來走的 所以其實看不到你說 有些逆勢轉出來 還有監管方面也會少了 除非你說它定價太貴 但我覺得這些都不受影響 最多你說壓制炒風 但也不會對於它自己 那隻股股受到影響 那2020呢 我覺得之前都升得比較多些 現在有機會會少整固 但是如果你說整個 升勢 就是那個走勢 其實又不會說逆轉的 那我也覺得可以留意著 如果2020的話 那有個觀眾問 就是6060 中安在線 那我追不追好 跌到來 你的水平都是難搞少少 過一段時間 其實升的股份 是不是就是阿里491 是嗎 阿里是491 291 抱歉 291 那就是阿里 抱歉 抱歉 241 不好意思 是的 那隻阿里又是跌到 這些位置 就是 這些我真的不敢 網上平台那些 網上金融 其實真是 陸廉澳運 中安在線都難搞少少少 是不是都是在紅線之內 譬如這些互聯網金融 借貸 或者保險業務 其實 受監管的影響 你這些 但這些一定是要大勢所推的 其實你不推這些互聯網金融 你難道 當然我知道1299有幫我做得很好 又說有繼續申請很多不同的據點 但你說1299其實都是在說新業務價值 要會升級 什麼叫新業務價值 接生單 是的 接生單 反過來就是 它都要結連一些互聯網金融 難道仍然拿著一張紙 是的 黃小姐 這個趨勢來的 假設是 很多東西 你攝影機錢好 投保好 特別是旅遊保 其實我用了兩年了 有某些旅遊保 已經用過APP 當然了 你說現在沒得票 但如果現在有得票 我不會中 就是要傳統的投保方式 其實很簡單 你拍一拍一張機票 接著幾天 接著在App那裏 Apple Pay已經付款 真的五分鐘就可以買到一個旅遊保險 這些才是我們覺得領先 發展的趨勢 是的 但真的世界沒有這樣發生 其實它就是要健康發展 它就是要整個才可以發展 但我現在看不到它有多麼不健康 某些企業 因為它有資料敏感 我不是故意幫石鹿零 那種說話 我猜 是的 以至你看到很多虛擬銀行 就是ZA Bank都有虛擬銀行 有一個是否叫Liffin Bank 那個是小米集團110的 母子公司 那個其實都發展得不錯 有時候我們在手機那裏 用Apple Wallet 然後在那裏買東西 其實都OK 但是為什麼會跌下來減的水平 就是完全是蒸發了一半 就是將股價坎掉一半 這些股份是不是都不要留底 是的 這些股份都不要留底 因為其實這個政策反而還未出 所以這一個要等 要等政策出了有明朗化 我才會撈底 這些其實真的 像我所說的 這些是長遠的發展趨勢 其實跟你科技股一樣 是的 那你都一定要是支付 這樣來行的 就是電子支付平台 所有東西 但是它是要健康發展的 而且要涉及很多私人資料的話 那其實一定會有些監管 是的 但是千萬不要現在湧進去 為什麼呢 可能都會反彈一兩棍 但是你一定會說 我買這些股票 可能它都會是下一隻騰訊 但是現在其實做互聯網金融的機構 其實有很多 哪一人跑出哪一人跑輸 哪一人玩到中途就不玩 你不會知道的 那這個都是考量之列 反而就看看這隻實力之選 十三 和黃依藥 近來悶一點 悶一點也好 起碼有些防守的股份 就是說悶還是跌兩三元下來 真的 如果你每一隻都拿到騰訊那些 真的心驚膽跳 如果你的Portfolio有ATMS 再加快手啊 B站 然後再加有些恆大系 那你就真的 晚上不太睡得到 十三前景怎樣看呢 追不追得過呢 Kitty問你 我覺得OK的 如果十三的話 你看到它那個支持位 大概六十個半的位置 如果它站得穩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留意 十三的話 可以研究一下 因為富衛 FWD在美國都有機會上市 不知道成哥是不是做 有很多不同系列的股份 有時候都是這樣 它一直嘗試 其他股份也會無端端碰上一張船 整個系列都看得好 Ray就說 謝謝主持對阿里的意見 但都想問一下 如果二百元有貨 應不應該立即止蝕 還是等反彈 唉 我會等它彈一彈 如果是我的立場 是吧 其實今天市場跌了五百多點 也不是有什麼突然彈出來 或監管影響 可能是美國方面的 科技股是有一點調整的 但我覺得 如果怕的話 可以先減住房子 先減住房子 先減住房子 等它再彈的時候 然後再走過去 真是比較難搞少少 近來市場都不似預期 例如週四出業職的 包括會有 我剛剛都按出來 就是6969思摩爾 都會出業職 升到2.3% 房間都會對它染藍 有些憧憬 究竟實情是不是這樣呢 實情是不是這樣 應該3點15分左右 可能有些買盤你會知道 可能有些人真的盲目衝進去 支持6969 不過我又覺得電子煙 究竟合不符國策 行李公司會不會考量 國策的一些監管風潮 這些都是考量之列 不過說一些我們會說 看一隻883 中海也好 我在其他平台 都有些朋友問一下 海有怎麼看 理論上的業績就不會差 因為最壞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但是股價在8元邊 這些位置好像沒有什麼支持 也沒有什麼方向 這些買上也可以 買下也可以 我記得有時候 偶爾也會有些散戶 衝進去買一些883的卵證 但是今天好像不是很看得通 不太看得透 Ruby 怎麼去分析呢 我一直都不太喜歡玩的 因為難以估計 現在油價的確是回落 即是六十多元的位置 而且有時都不太跟走勢 雖然庫存少了 但其實現在大家在說 經濟可能都差一點時間才復甦 所以其實油價受到影響 再加上加息的預期 其實對於商品都受到影響 雖然你說883的業績是怎樣都可以的 不過我覺得他早前的表演都不太能反應 也不太跟隨油價走勢 我覺得難捉摸的東西 我就不會留意 除非你猜不到他 而且你又容易被他震走 那真的有些發泛吞亂象 那些都剛剛有一個新的出來 監管 是不是 是啊 監管 再加上他今天也出了 在大陸方面有個煉油廠 都有財困 財政危機 然後也會監管一些煉油廠 所以可能加上賣也有些影響 真的天天都要捕捉這些消息 一發生的時候 自己都有點害怕 究竟會影響自己持倡的股份 可能有機會未受影響 但是有些依然站得住 包括就是291 業績其實不差 不過也有一點回調的跡象 之前認起過 因為其實已經升了一陣 之前認起過 但是其實做了商帳出來 他們以為可以彈回到70元左右的水平 可能這些股份 就多一些散戶參與 在衍生工具上 其實證股都很貴 十幾萬一手 不是每個的散戶都可以投入在當中 有多不多人買清啤潤啤的衍生產品 因為他之前就沒有發到認起 但是整個啤酒股來說 其實現在都是看加價 哪隻加了價 1876之前已經宣佈了加價 現在看168 他現在就說想做一些高端市場 起力那些 看看會不會帶動到他 令到他的單價會提高 其實這些消費股都值得留意 但是之前其實都回了一陣 例如168 在60元的位置其實有支持 我覺得都可以看看 例如看回到3月的時候 又是怎樣碰到60元 就馬上有一個反彈訊號 今次會不會的圖形上 都有機會走回上次這樣的格調 如果這樣上次走回這樣的格調 有機會去回到80多元 那些位置挺開心的 那有沒有一些衍生工具可以部署一下 關於168 168他25號會公佈業績 你看到291他發了刑氣 其實現在衝景著 會不會168的表現都會不差 如果衍生工具的話 青啤就做65.9毫半 可以留意一下 這隻其實都算遠一點 5先3 18473 那就是12月底到期的 91.9 比較價外一點 那我覺得你說 可能臨業績前 那時候炒一炒 短線炒一炒可以 那不如下個星期三出業績 是的 25號業績 那所以短線的話 這一隻可以看兩隻 CORON 18473 哇 下個星期還會挫折 因為有很多行指成份股 都公佈業績 而且有些人都… 大野 大大隻 例如星期一是陽明 有些本地地產國 恆地出業績 然後星期二是安達 星期三日到 剛才說的中石油 小米啊 迫伏那些 也有機會 然後再加上26號 Jackson Ho 年會 唉 Jackson Ho 年會 一收水 如果真的 縮減下就是規模 或者有些新的指引 可能美股有震盪 美股震盪不要緊 要降伏筋的下線 才難搞 就是比較… 升淫筋 跌就筋 是啊 這半年都是這樣 最後再說這一隻 Jennifer就說 6606 Wuby應該沒什麼看 不過今天 6606 低位37元 千萬 如果你有貨 也不要混字 但是要等 等星期五 諾輝健康出業職 看看可否提振股價 千萬不要今天走字 我覺得反正都是等星期五 去分業職 可能業職不算差得很緊要 可能都升幾格給你 否則就 血本無貴 你今天走了 隨時就 就叫做 叫做 就是 又在一個價位那裏有殺 接著明天 即正又輸多幾格 希望 也幫到一些散戶朋友 剛剛這個市傳協士 我經常都在這裏 會按你出來看 是否每天都會寫定這個 是呀 我寫到會想由頭讀一次 可以下個五分鐘節目時間 就是這個 騰訊和美團的紅證 就會有Ruby的名字 還有一個分享推介 可以看看 大家操作衍生工具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要注意風險 特別是風高浪急 譬如你說騰訊 其實今天都難玩的 譬如你 星園有跌 是的 隔晚買一些牛仔 喂 那你如果 早市的時候 沒有放 即是說10點 11點 你沒有放 現在說回來 已經殺了很多牛 其實今天我知道 如果來到424 這些位置 有些牛仔 已經變成牛扒 中式牛柳 還有打火鍋的肥牛 所以大家操作衍生工具 都要分開留意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的嘉賓 海東國際環球市場部 高級副總裁 王禮國Ruby 幫我們分析大使 Ruby剛才提及過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也沒有持有 謝謝 我下個星期再跟Ruby聊天 謝謝你 拜拜